嗨,大家好,欢迎收听90CC人生能量影 我是主持人CC 本周邀请到的是正走在移民路上的Gavin 九年前刚退伍的时候跟着打工度假的浪潮去了澳洲打工一年 从此爱上了澳洲的生活,但他并没有马上下定决心移民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在台湾工作过 想说要回到台湾工作,比较两边的工作与生活 大概过了四年才真正下定决心要移民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说看看打工度假如何改变他的人生吧 大家好,我是Gavin 先大概描述一下我的经历吧 当初当完兵刚退伍,一时间不知道要干嘛 那时候澳洲打工刚开始流行 然后很多人就是过来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都过来赚钱的 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说反正就没事就出来看看 就过来澳洲 然后来澳洲一年结束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有做到一些工作 然后已经觉得澳洲很棒 满想留在这里 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在台湾工作过 所以我想说我应该还是要回台湾工作看看 那最后就是两边都做过之后再比较 然后最后再做决定这样 打工度假一年之后 然后我就回台湾 好那时候大概2011年 已经9年了 真是久啊 好 然后后面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就在补习班教数学 主要国中国小数学 说真的薪水普通 大概三万多块吧 但是工作时间很长 然后压力也很大 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周休一天 然后如果遇到那种断考前或是什么的时候 就是会直接进修 记得最多的一次是我连续工作三个月都没有休假 就完全没有休假就一直做 而且每天的时间都很长 周应该一周应该都有七八个小时 那后来我就真的觉得这样不行就太累 因为跟澳洲比起来就差太多 我一签的时候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汇率还是三十块嘛 所以基本上如果一周破签就是 就是三万 就一周就三万块 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是一个月三万块 那就是那个落差就感觉蛮大的 所以在台湾工作大概三四年之后 我其实那时候有给自己一个目标 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在台北生活 至少一个月大概要六万块 那我就想说我如果 我如果三年 我如果三年内我的薪水没有加到六万块 那我就还是就是移民为目标这样子 那我最后做到结束的时候 老板是开四万五要留我下来 然后我想一想 觉得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澳洲的生活 所以我就还是辞掉了 我是念工 我念工程的 其实我蛮多同学他们真的就是在 就是他慢慢跳槽 然后就是做那种科技业 然后他们现在其实薪水都还蛮不错 他们刚开始也是很操 然后也是也是报干报到不行 加班费都没有加班费 但是他们就是敦久了 就大概工作五年七年八年之后 就是现在应该有一半也都破百万了啦 是什么电机还是机电还是什么土木啊 还是什么工程资讯 就差不多我是念能源工程啊 但是就是大概能源就是大概接近可能机械或电机的都算是就算差不多同类的 就是我的我的同学有有进奇美的啊台电的啊台积电或者是红海的都有 我有个疑问就是你当初一迁回去怎么没有找相同就是一样是这种工程类型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大厂 因为那时候我的同学们正在水深火热当中 所以你不想跟他们一样 我就没有想去 就是他们他们可能起薪有四万上下 但是真的也是报干报到不行 我最惨的是有他们在美的 我那时候下我还记得我下去南部 然后我要找他们 然后想说大家跨年的时候吧 我们想说要不然我们就去高雄跨个年这样子 然后他们是在那个台南厂 他说不行他会怕 他没有他是他没有在上班就是他是有休假的 那他怕去高雄太远 如果电话打来他要赶回去会赶不回去 所以他就算休假都是oncall 我就是他他都不敢离开台南 他要随时等公司的电话 如果call来他就要禁止 他就要回到公司去 所以我就想说这也太棒了 请问那位朋友过得好吗 现在还行啊 他后来考去台电了 就是应该现在是比较比较爽 学长跟同学全部都阵亡了 全部都跳槽 没有一个还留在上面了 太喜悍 等一下我可能之后要把这个名字后制 可是你也是说事实啊 对啊太好了 我把他后制把他逼掉 对 反正因为那时候他们 他们也都还很差 所以他们也都在水深火热当中 所以我怎么听到都是很惨 就完全不想去做这一行 就没有进去 那当然他们现在有些人是算是苦劲甘来 也不能说苦劲甘来 他们还是很超 但是至少有钱 就是薪水有上去这样 所以我后来大概做个 我在补习班做了三四年之后 我以前英文很差 我从国二开始 我英文就从来没有及格过 然后高中那种 我是考大学的 那个考卷下来 全部都是议题都不会 就是全部从头猜到尾 没有议题会的 那我就想说看 我这样子怎么可能移民 就是我的英文 我的英文这么烂 这样一定不会成功 然后我就去了菲律宾三个月 先去念英文 那时候很多人推荐 看到很多人去学 好像效果很好 然后我就去 先去菲律宾三个月 效果真的是蛮好的 至少我现在可以正常 一般的沟通都没问题 请问一下 菲律宾的语言学校 它是 我是有听说人家讲说 是斯巴达教育 是有很恐怖吗 还是怎样 它其实可以选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说 你要上怎样的课程 那我是选斯巴达 但其实没有真的很斯巴达 因为我们像我这种 我们都是成年人 台湾过去的大部分都是成年人 然后都是自己的 就是自己付钱自己过去的 他们真正斯巴达的是 那边大部分的学校都是韩国人开的 然后他们当初开这个学校 是让那些就是那些韩国的家长们 他们想要送小孩去留美 留英的这一种第一站先到菲律宾去练习 就是体验外国生活跟英文环境 跟把他们英文练起来这样 然后因为比较便宜嘛 你不会去美国就很烧钱 你去英国更烧钱 对 所以他们最一开始 这个语言学校是这样发展起来 就是让就是韩国他们那种补习班文化 然后去加上他要留学的这种 所以他是 他算是就是韩国人开在菲律宾的英语补习班 为那些韩国人就是去留美的那种前哨站 所以他施暴打的是针对这种 就是小父母花钱送小孩过去 然后他就是把他们关在那边念英文 这样子 因为菲律宾出去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 就治安也不是非常 治安不是非常好 我去学校 刚第一次去学校我也是蛮傻眼 他就是那种水泥墙 然后很高 上面还有那种翅膀 然后那个铁 那个大门就是那种铁门 很拉的很重的那种铁门 就很像监狱 我觉得你讲这个非常好 因为一般留学顾问都会把它美化的非常 非常的美 然后你刚讲的非常实际 我觉得有点打破我的印象 他其实是是是综合 是是也很好 但是我真的也我是在菲律宾那三个月我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那他们也有那种豪华型的就是现在 因为现在后来开始就是兴起之后就是就是日本台湾中国包括甚至包括一些欧洲人也会去那里学英文 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风气之后他是有一直在进化 所以他现在学校都盖得跟度假村一样 只是因为就是他是治安比较不好 所以你进学校之后他里面是看起来像度假村 可是你在进学校之前他外面就是那种水泥的高耸围墙跟大田 然后就是看起来像监狱 所以你刚才说连欧洲人都有去那边学英文 对对欧洲人也欧洲有些他们也有去 这太特别了吧 对啊其实欧洲人英文就好 我还以为他们会直接就近 因为很贵啊 那菲律宾那便宜啊 然后又又很好玩 原来如此 对啊 余杰学校菲律宾因为就那边就实在太好玩了 不小心就交了一个日本女朋友 后来他就答应跟我 就同意跟我这样子跑来跑去 然后我们就先去纽西兰 纽西兰Working Hard Day一年 那时候觉得澳洲的移民可能有点困难 想说先试试看纽西兰会不会比较简单 因为听人家说纽西兰好像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先过去纽西兰试一下 我想讲一个就是我们申请纽西兰的打工度假 每年只有600个 就是他会在某一天开放 然后大家就要用抢了 然后比手快 以我认识的其实只要做好准备 只要把你的网络什么的都弄到最好的状态 就是有认真抢的都抢得赢 大部分抢不到都是赔偿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很认真或没有事先练习 我那时候为了抢这个就是 就是我是练习了很多遍 然后把所有的表格能背的都背起来 放好那时候开好就是一个Excel 然后跟一个那个就Google Chrome 然后那个表单一出来就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就是打字比较快的地方就用打的 然后就一路完全不停顿填完送出 就抢到跟我同时抢的 我还有两三个朋友吧 就是他们也都有抢到 好厉害哦 有认真准备的就抢得到 因为很多人没有很认真在准备 对我直接请人帮抢 然后你知道日本有多爽吗 他们申请纽线打工度假是 没有名额限制的 随时想申请就可以申请 而且是免费的 他就是上网点一点 OK然后打工度假签就下来了 免费 为什么免费 对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所以他们就这样 那时候听到我想说 哇靠也太爽了吧 他真的就是 也太爽了吧 就直接填一填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就可以过去了 可是你知道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他写说 日本的总人口的 只有二十几%的人有护照 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出国 出国到处玩的时候 到处都是日本人 我也不知道这调查哪来的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我有一个在日本的朋友 他也是跟我说 他认识的 就是他在那边的同学什么的 也都是 就是都直接就近的旅游 直接在日本境内旅游 他们也没有 就是很少会想要出国 那可能这二十%一直出去吧 其他的人 对啦想出去的人 就会一直出去 对啊 时间过得这么快啊 没有啊 就是现在可以讲那个 去纽西安的状况啊 什么的 你是待满一年吗 对我在纽西安是待满一年 我去纽西安那时候 欧克兰 欧克兰有一间 就是药厂 说药厂就是 他算是营养品吧 那一间应该就是 有去打工度假都会知道 他叫 有去过纽西安的 应该都会知道 他就是Alpha Lab 那他其实就是做那些营养品 那些Blackmore啊 或者是什么的 很多鱼油啊 对他是代工厂 原来如此 对他不是自己的品牌 但是Blackmore的鱼油 就是都是他们做的 那很多很多第一站是在欧克兰的台湾人就是都会都会尝试进这一间厂就在那边待了三个月 因为纽西安一份工作只能做三个月 所以我就是做完三个月 然后就就离开了 那时候好像找了几个工作 然后都没有很满意 刚好看到那个按摩在整人 那我就去我就想说去学看看 对也算学了一手技巧吧 然后从那时候 那后面按摩就做了半年 咦为什么按摩就可以做半年 哦就没有去另外一间分店这样 哦另外一间 这样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按摩是蛮方便的 很多来打工度假的女生会觉得他们能挑的工作比较少 因为像在澳洲很多都是工厂 那他们就会喜欢比较强壮 就通常都会挑男生 然后女生好像选择比较少 那你去餐馆常常都是没有给到那个基本的工资 给一些很扯的那种八九不离十的都会用 对啊好扯哦 对啊那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觉得就是 我觉得按摩算是女生优势的工种 你大概两周到一个月就是可以大部分基本的都可以 然后你都上手之后 那后面你不管去哪里都有按摩店 所有的按摩店都缺人 有这么缺吗 有这么多人 我们讲按摩的直缺有这么多 我都不晓得耶 因为按摩他们通常都是算抽成的 那抽成的话那你当然是店里的按摩师越多 其实老板就会越赚钱 然后人也是来来去去 而且按摩就是会累啊 然后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 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工作伤害 就是手指啊或是手腕 有可能会受伤 那如果有学 有好好学 然后这些你都可以保护自己的话 那按摩就是真的是 不管你有现在还是澳洲 不管你到哪一个偏僻的地方 几乎都会有按摩店 而且这个也可以自己私底下接吗 可以啊 就是也可以自己接 但是自己接就是 有时候怕会怪人 会比较危险 就是最好 如果按摩店的话 就都挑商场的 就是路边的 路边的也不是说都不好 但是 在还不懂的时候 就是商场是不安全的 我有听过一些 就是都市传说 就是 有些人进去都会问说 就是你有做黑的吗 那种路边的按摩店 对有些 有些会有 我有一间按摩店 在黄金海岸 我就是在路边的 但是我们是做正常的 没有做其他 就是只有按摩 但是就是会一直有人过来问 我们有没有做 就是special这样 我在黄金海岸那边 其实很多街边店都是 真的只是按摩店而已 但是他们好像就是会 不知道是早期还是 或者是哪些地区 可能街边的都是黑的 所以他们有些人 就是会有一个印象 他就会觉得 好像 好像路边的就都是黑的 其实不是路边的都是黑的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 就在你一开始挑店的时候 最好是从商场开始 比较安全 原来都市传说是真的 对啊 真的有做黑的 然后真的他们都 他们就是他们都会问 那个老白的 就会问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纽西兰就是做按摩跟那个药厂 就这两个吗 其他几个也 其他几个就好像不太需要 就是比较少 比较需要 比较少 对我也没有 也没有做很久 然后也不是什么好的工作 也没有到很差 但是就好像不止一提 我有听人家说纽西兰那边 没有什么黑工是不是 对 纽西兰的黑工真的很少 因为他的基本工资就不高了嘛 我不太确定现在是多少 我去的时候是14.5 然后后来有加 有加0.5 所以是15块 这大概是两三年前的 因为照他们的习惯 每年都会加 所以我不太确定 现在是 因为他本身就已经 薪水就比较低 而且纽西兰的物价比澳洲高 这个是比较神奇 对呀 他们薪水比较少 可是他们的物价跟税比澳洲高 所以他就造成说 你如果 你如果在 就是你在用黑工的那个情况 就是真的会生活不下去 那就 那当然没有人会做 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 他们有背包客的那个数量管制 所以他不像 不像澳洲就是 在最好的时候 就是有无限的包包 就是你 你今天 你开10块钱 今天这个不要做 后面还有100个在排队 他根本就没在怕 对呀 对呀 在纽西兰就是 你开正常的 你就开基本工资 你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OK的人来工作 所以 就变成黑工就很少 加上还有一点就是 纽西兰的工作签 非常好申请 什么意思 纽西兰的工作签 什么 对很好申请 就是你 你只要在那边 你在那边工作 然后你 然后老板要帮你申请工作签 几乎就是申请就有 有这种事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 合法工作的情况下 就不会去 就不会去做那种 低于基本时薪的 那澳洲是 因为很多人 他们其实不能工作 或是很多跳机的 或没有身份的 那他们 他们只能做现金 那他只能做现金 那他们本来就不是合法的 那不是合法的 老板就会压榨他们 压榨压榨久了 这个市场就变成这个价格 可是你很多 你今天 你想做20块的 可是可能有了100个 没有身份的 他只能拿现金的 他就要做10块的 那老板他就 就请他们做 因为老板就省钱 那在纽西兰就不会 因为纽西兰你只要就是你想要工作 那你工作之后你去申请工作钱 那政府就给你工作钱 所以你就可以合法做了 那就不会有人黑工的在那边跟你抢工作 请问一下你在纽西兰有移动吗 就是除了待在奥克兰之外 有移动到别的地方吗 我工作都在奥克兰 去玩是有 是有都有玩的 你有还纽西兰吗 其实第一年在澳洲结束的时候 我就去纽西兰还了一个月 可以分享一下 你说还纽西兰吗 纽西兰坦岛真的是非常美 超超级好美 超漂亮 没办法形容 实在是还没 我去那个南岛的时候 它就是整条是那个冰山 然后你就是开车的时候 你就开在马路上 那你的右边就是一条冰山 感觉很震撼 就是那个景色在台湾 就是完全是看不到 但是也真的很冷 真的超级冷 在纽西兰的南岛的话 因为在台湾是平地是没办法体会到下雪的 所以南岛的状况是可以遇得到平地就下雪的状况吗 要遇得到 冬天一定会下雪 有 我玩到 我玩到那个 那个Queenstown的时候 那时候就刚好下雪 然后那次就是我 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下雪 就觉得超嗨的 哇 对啊 因为在台湾没办法体会到那种感觉 我自己都还没有 我连在澳洲都没有去 就是所谓的雪山 因为我都只有待在西澳 然后那时候都没有去其他地方 就是除了还西澳之外 其他地方就没去过 有点小可惜 不会啊 我觉得西澳超棒的 我觉得澳洲最棒的就是西澳 我也觉得 我到现在都很想回到西澳 就是他给我的生活的感觉很棒 对我来讲 我觉得西澳才是澳洲 西澳才是真正的澳洲 就是那种 超级慢火的 对 然后那种很原始很古老的 那个那种土地的那些 那些那种感觉 荒漠 对啊 西澳真的很棒 你那时候也在西澳 你都在西澳吗 对啊 我没有离开过西澳 你的西澳是整个西澳吗 还是就只有在plus 没有 我那时候最 就是如果光 如果是居住地点的话 我最北边到那个 Lansling 你知道Lansling吗 我知道Lansling 对 滑沙小镇 对 你没有再上去了 旅游的话有啦 但是居住的话就没有 旅游的话我最远是到那个 好像是Shark Bay吗 Monkey Maya那边 在上面的话就太困难了 就是需要人轮流开车才上去 有些旅游南岛 有时间不够的话就玩南岛就好了 就是我觉得南岛真的值得 值得三周到一个月以上 大部分的人都这样讲 说时间不够的话去南岛就好 对因为之前就想 我那时候去就是一个月想说都要玩 所以我就排南岛三周 然后北岛一周 万一万我就觉得南岛三周完全不够 北岛一周是绰绰有余 这样 你也差太多了 让我现在再去一次 我可能就是会规划一整个月的南岛 那你在那边有体验到跳伞吗 有啊 一定要跳伞 因为我听人家说 对一定要跳伞 超级美 虽然很贵 你在西澳的时候有跳伞吗 没有 我在澳洲没有跳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说 如果你要去纽西兰 就不要在澳洲跳伞 我是不晓得 因为我不敢跳 对啊 除非你要澳洲跳一次 然后去纽西兰再跳一次 这样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现在跳那个真的很美 没办法描述 但是真的很震撼 就是它那个冰山 然后它那个湖水 毫无污染的 包括它那种海边海洋都是 就是看上去就是 就是完全没有污染 他们非常重视环保 那就是因为你现在人 目前在墨尔本吗 这个就是你人生经历的 这个打工度假 那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成长 你觉得你自己有了什么转变 我觉得打工度假对我的帮助算是非常大 因为我以前其实是不太会交际 某种程度来说算是比较自我吧 就是我可能考虑事情的时候 我不会对于别人的感受 有些我以前我是没有办法感同身 就是我没办法知道说 我可能做一些事情 或者我讲一些话 然后会造成有些人他会受伤 会很难过或干嘛 这在以前我没有办法理解 我就觉得这样有怎么样嘛 就是但是别人就很难过 就是这块但是在我打工度假过来第一年的时候 因为过来都是几乎都是住sharehouse 然后都是跟很多人一起住 然后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那我那时候刚毕业就过来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我接触到的朋友对我来说都是大哥哥大姐姐 就我那时候22岁23岁 其他打工度假很多都是可能28 26 28 30 社会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那他的那种交际也都比较清楚 那我是就等于是我在短时间内 跟很多人在做社交 然后又是被强迫一定要社交 因为那个时期人很满 所以我们都不是单人房 就是一间房间可能都有三四个人或以上这样子 然后就大家每天一起生活 虽然大学的时候也是住学到宿舍 但是因为在台湾大家其实都吃外面 你跟朋友就是在宿舍就打电动 或者是出去就出去玩 不像说在澳洲在打工度假的时候 大家会是一起生活 就真的是一起生活 就是会一起一起煮饭 会有时候出去一起买菜 或是谁有车的时候要去哪里的时候 就顺便帮忙载一下 那其实就会遇到就是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你载他几次 那他他可能会煮东西给你吃或干嘛 有些人会比较直接 他就是说那没关系我帮你贴补油钱 有一些人就不会 他就是他就会当做好像是应该的 这样子 可能没有给你任何回应或任何回报 或甚至更过分他就会觉得 我明天要去哪里直接叫你载他 直接把人当神经 对这种奇葩我也遇过 然后我就想说很奇怪 就是你拿来的勇气这样直接跟我讲 我欠你的 对啊你至少有些 因为朋友你这样载 我觉得你不用给我钱没关系 但你至少态度要好一点吧 你就是直接说我明天要去哪边 你载我过去 就是奇怪 超怪的 感受很差 对啊然后就是同时 应该说就是同时有正面教材 也有负面教材 然后同时这样子的吸收充值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之后 就就成长很快 就是可以知道 为什么以前有些人会对我不爽 或者是我人 为什么以前不好 人技官是反应 就是忽然可以理解 因为同时有那个 不好的反应 对照组对 有很好的 然后也有不好的 然后同时都混在一起 然后都在同一个时间这样发生 很多情况 尤其一起旅行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都是要沟通 要妥协 或者是要谈判 那这个就蛮需要沟通技巧 不像在台湾说 你不爽那你就不要去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个人 然后你是在一个那种 红郊野外 前后城市都离500公里以上 对啊有时候连住哪里都会吵架 有些人想省钱 我们睡帐棚就好了 有些人就说我 我干嘛省那个四五十块 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 然后就吵架了 没错这个超容易吵架的 对啊 那就是就是就是经常 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调解嘛 有时候我跟人家吵架 别人来帮忙调解 大家慢慢说理 然后就是想办法说 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 就我觉得主要在这一年 就是这一些上面 就磨合的很快 学习到交际手腕 要学习到交际手腕 然后包含说就是有时候你要 就你要说服人家同意你 你不是就是跟他大声讲道理 要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来跟他讲 用他的角度 用他的逻辑来跟他沟通 不是用你自己的逻辑去跟对方沟通 没错没错 站在对方的角度 对啊 其实还蛮有趣的啊 因为这个节目的主要的宗旨就是 鼓励大家前往世界各地打工旅游 然后获得一些能量 然后增广见闻及人生观跟世界观 那就是现在请你对观众 听众们说之类的话 你可以自由发挥 来打工度假是我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会议 就非常美好 我几乎可以说他目前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会议 这中间就是就是很多因素综合起来 就是你有很艰难的时候 然后也有很开心的时候 那我觉得就是那他全部都就是浓缩在这一年里面 那你什么事情都可能会遇得到 那我就觉得非常好玩 就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出来 因为台湾台湾说实话是就真的很小 我觉得人生很长 就是你平均年龄就算就算70岁好了 你从大学毕业 那其实也还有快要50年的时间 50年的时间总不是都在台湾工作吧 或者是或者甚至说你的黄 就是年轻的时间黄金时期 20岁到40岁体力最好的这个时间 就算不想移民 或者是最以后最后就是只想要待在台湾 但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出来整广间 是非常好的 台湾不是说不好 但是台湾因为他算是 算一直算蛮单纯的 就是在大部分 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就是只有台湾人 就是没有其他各国的人 你可能会可能有些人觉得说 台北也是很多外国人在这边工作 就是是没错 但是今天比如说在墨尔本好了 我在任何一个商场 或者是我走在墨尔本市区的大街上 我一眼看去 我绝对可以看到超过10个不同的国籍 但是这个在台湾 你可能要在台北车上或者在那种新一区 你才有可能 你要特别找到一个很局限的位置 你才可能一次看到说非常多不同的国家的人在一起 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澳洲就算 他也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大融入 因为他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他在同一个地方 你可以遇到各个国家 不管是欧洲、美国人 或是黑人、东南亚人 台湾、中国、日本都很多 就是到处都遇得到 那你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文化 然后可以学到说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台湾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看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在别的国家 他们其实不是这样看 没有接受到别人的这种冲击 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说 事情不是只有这一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在南澳的时候 然后在一个马铃食厂 那个马铃食厂是正规白宫 时薪22块 他是正规公司 所以他所有加班费都会给 那在澳洲这边 一周的时数是38小时 一周只要超过38小时 算加班就是会变成1.5倍 一天超过 我那时候一天超过7个小时 还是8小时之后 也是算加班 然后那时候刚好 就是遇到有一阵子忘记的时候 就是非常忙 那其实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赚钱 就是台湾人都是抢着要加班 去跟主管打招呼 让主管混个联手 就是让主管认得你 知道你工作很认真 这样加班的时候 他因为他有时候可能 只挑一部分的人加班 然后这时候台湾人都会抢着加班 然后有一阵子就是特别忙 就是忙到不行 就是所有人都要加班 不然做不完 就是连续大概加班了三四天的时候 那时候跟我一起住的 有两个英国人 两个英国人跟两个意大利人 他们就不爽了 他们就直接不干了 在公司的时候 就是有点白臭脸这样 回到家之后我们就问他说 怎么啦 为什么心情这么不好 他们就很生气说 工作不能每天都这样子做啊 然后他就说 Where is the life 然后他们就 他就讲得很激动很生气 就是其实我们 就是我们台湾人群完全都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也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是公司需要你加班 你配合加班就是铁金第一吗 然后他们就 他们是就是真的很生气 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会有人会因为 会加班这种事这么生气 而且加班1.5倍 其实我们都很想加班 就是真的很爽 真的 如果是台湾人真的会愿意加班 对啊 然后他们就很生气 他们就觉得公司不应该这样 隔天就去跟 就去跟主管谈 然后后来主管就是 就让他们提早下班 就是因为主管也都是澳洲人 就是他们也知道他们那个模式 就是他们都知道 就是这样子每天加班是不对的 当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就都让他们就直接 就是时间到下班就走 但是在台湾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台湾人的部分还是持续加班 对啊 因为我们就想赚那个钱啊 因为1.5倍真的很爽啊 这真的蛮爽的 讲到这个我之前 因为我不是都在西澳吗 然后我不是刚刚说 我在那个Market City工作 那时候我的工作 他是从凌晨3点开始 上班打卡就是3点 那个时候的6点之前是有double pay的 3点到4点是double 然后4点到6点是1.5 所以那时候我每天只工作了 大概5 6个小时吧 就是我周星都差不多1000 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大概24小时 你就有八九百块 一个礼拜 那时候那是我做过最爽的工作吧 因为都有加成 超爽的啊 台湾这个就这一点要跟上啊 台湾有加成吗 按规定好像是有 就是只是都好像都没在给 我讲一个我前阵子看到的新闻 我们的基本底薪 从两万三千八涨价到两万四 涨了两百块 不错啦 有加就不错了 然后实薪的部分 158涨到160 全涨这个两块跟两百块是涨个毛 我这样批评政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啊 台湾是可以批评的 两百块耶 两百块能干嘛啊 买个便当就没了 台湾的那个 台湾那个月星跟那个时薪脱钩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就是它其实应该像照着算 因为澳洲 它澳洲就是照算 就是你时薪多少 那时薪的底薪多少 那换算月薪的底薪就是 就是多少 就是照着时薪算上去 而且我记得我在澳洲的两年 他们几乎是每半年 就调整一次基本时薪 我在澳洲两年 它已经涨三次了 刚好遇到它调比较多的时候 通常是每年调 价也是一直在涨 因为我当初刚落地的时候 我有去看超市的半价的一包 十公斤的米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八块钱还是六块钱 反正就是 十公斤的米 还是五公斤 然后半价是那个价钱 可是我离开的时候 它已经涨了 快要五块钱了 对啊 所以其实物价涨得很快 说到物价 我其实觉得澳洲的物价 没有比台湾贵 就是你去超市买东西 价格说实在的 大部分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还很便宜 因为他们还会有那种 半价的优惠 很长 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 对啊 最好玩的就是半价 这一点真的很棒 为了半价我要移民 纽西兰没有 说到这个 真的假的 你会很失望的 纽西兰没有 那他们有美洲的特价吗 他有稍微特价 但是他没有 就是不像很多东西的半价 对啊 小小失望了一下 对啊 你会很失望 我去的时候就很失望 不过没关系啊 如果那边环境 也是很舒服的就好 然后有价也比澳洲贵 房租也比较贵 房租还好 房租不会 纽西兰找得到便宜的 纽西兰住得到便宜的房子 我之前在 纽西兰相关的社团找住所啊 他那种双人房的 就是房间好像都要 200 就是奥克兰啊 250 300 你不要找那种 你就不要找sharehouse那种 你就找一些当地的 或者是一些 真的在那边的中国人 纽西兰的房租 我觉得比澳洲便宜 车子也比澳洲便宜 怎么跟我认知的好像不太一样 真的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住 我住双人房是150 在奥克兰 我到时候来找看看 到时候去你可能就 找一些就中国人的网站吧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便宜的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你说 你有在农场做食物交换的经验 是在澳洲哪里 我在西北 在布鲁姆 布鲁姆 然后那个也是 这个也有一个文化冲击的地方 我那时候做食物交换嘛 然后他农场主是一对夫妻 然后跟一个小孩 一个是我看到他们的婚纱照 就是他们的小孩也在婚纱照里面 那我就很惊讶 就问他们 他说就是 因为澳洲其实你只要同居之后 你的那个权利义务 跟结婚是一样的 那结婚的话要办婚礼或什么的 很花钱 所以他们有些就是没有什么钱 他们就是先就是同居 就是办理身份这样子 那他们所以小孩也都有了 但是他们就一直没有办婚礼 没有去那个签那个 去去领结婚证 然后就到那个小孩 好像七八岁的时候吧 然后他们就是存够钱了 然后再办一场婚礼 然后所以小孩也 就是小孩 我觉得他们的儿子也一起参加那个婚礼 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特别哦 所以他们的婚纱照里面都有他的儿子 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 就是他们在run他们那个农场 就他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是 那个妈妈是在珠宝店上班吧 然后那个爸爸在哪上班我忘记了 那他就说他们就是 那时候就是拼命存钱 他说大部分澳洲人的梦想 就是年轻的时候认真上班存钱 那还存到一笔钱之后 就可以买一个农场 然后就可以自己当农场主 就这样很快乐这样子 然后回忆听我就想说 台湾人都是说 我找不到工作要回家种田 然后他们是拼命工作存钱 然后要去经营农场这样 真的是很特别 很不一样 有当下听到的时候都傻了 我想说台湾都是说 你好像工作赚不到钱 就回家种田 然后他们是要很努力去种田 但是我们在澳洲的认知都是 其实澳洲人不太喜欢存钱 是不是这样吧 他们消费很乱 有些啦 还是 他们因为薪水高 所以他们其实是 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始存 原来是这样子 我一个朋友他刚嫁给澳洲人 然后那时候之前跟他老公聊天 然后他们就讲到说 我就说你不用存钱买房 因为台湾人其实很多人大概都从出社会就开始工作 然后拼命存钱就是为了买房吧 然后就大概问了一下 我说那这样子买房是怎么办 他说大部分澳洲人就是准备要买房的前五年开始存钱 然后存五年那就可以买房了 没关系 我们可能存了五年都还存不到投期款 以他们的工资 当然他们现在房价也涨到很贵了 所以他们也是 也是很多澳洲人也是有抱怨 至少在我去一千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还可以 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就是大概 如果他们认真工作 存个五年差不多 投期款没有问题 对啊 从期款大概八万到十万澳币左右 对啊 不用到这么多 有些十%就可以了 那有些房子可能不是在市中心的话 可能四五十万就有 所以他存个五万块啊 那他们一年 他们年薪一年随便都买六七万 一年存几万 五年就五万了 好爽 对啊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 那你应该有很多没有分享完的吧 真的要讲这还很多可以讲 对那我们之后有空再约 好哦 那就先这样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访谈 今天非常谢谢Gavin的分享 他不是一个冲动下决定移民的人 而是给自己一个目标去达成 回到台湾 实际工作了四年之后 才真正下定决心要走上移民的路 打工度假不仅改变了他待人处事的观点 也改变了他日后的生活 我非常有印象的是他提到 人生这么长 念完书还有差不多五十年的人生 打工度假仅仅仅占了一到两年的时间而已 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体验一次打工度假 让自己生活在不同的国度 用不同于以往的观点 看待生活上的一点一滴 目前90cc人生能量影 在Apple Podcast跟Spotify Sundon都有上架 在Facebook跟Instagram也都能找到我哦 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书名栏当中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也欢迎留言 或者是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